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在桌面上放的三款产品 第一款是KIDI的SM120X Smoke Relay 第二款是KIDI的CO120X Carbon Monoxide Relay 一氧化碳烟雾报警器的一个继电器 这个是First Alert BRK的RM4 它就是Smoke Detector、一氧化碳报警器、Heat Detector都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使用怎么接线 我们今天好好地看一下 我先来看KIDI的SM120X Smoke Relay 它本身也是一个Power Supply Module 这个模块主要由烟雾报警器、互联信号来接火 这个模块的继电器可以用于控制激活辅助警报装置 比如说外面挂的小铃铛、警报器、走廊或者楼梯间的照明 它本身也提供隔离式的长开长屁接触开关 它是120伏60赫兹 那个Rating是10A120伏 如果是30伏DC的话就最大5A 它是10A120伏 它电源部分可以用于连接点色的热感应器 我们就是我们说的Heat Detector 就像这样的一个点感应器 或者用于Pull Station 或者是Emergency Push button的一个多站式的报警的点 有一点比较特别说明的是 用SM120X为那个警报器和模块供电的电路 必须是120伏的交流电 这个电路不能用开关 不能由任何开关或者接地开关 接地保护器来控制 就是我们说的GFCI来保护 它必须全天24小时工作 由于这个模块是有120伏交流电供电的 在电源交流电故障期间 它是不会工作的 哪怕跟它连接的那些警报器 是有备用电池备用电源 只要交流电一停电 这个SM120X就立刻停止工作 这个大家一定要谨记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每次那个报警器和模块相连的时候 他们必须是有独立的电路来供电 不可以和其他电路混用 在远离警报器的时候 接模块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18号 或者比18号更大的 18G更大的电线来连接 如果是多个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设备之间 电线不能超过1000英尺 这个大家一定要谨记 因为压价很厉害 超过1000英尺以后 防止信号不会触发 SM120X基本上就有四种接法 我们就按照今天的四种接法 做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接线测试 请大家在这里注意 我们这个演示呢 是为的是给大家 教大家怎么使用 具体工作当中 请大家一定要遵从当地的电器规范 各种产品的安装说明 安全警告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图一显示了G电器电源模块的一个典型的安装 它当警报响起来的时候 它打开这个120伏的这个设备 在这个配置当中 它有一个共用的common 就是蓝线连接到120伏的电源 当警报响起来的时候 这个模块检测到从smoke detector传过来的一个互联线信号 激活这个G电器 这个操作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橙色的这根线 Normally open的这根线呢 马上就变成了 就是变成close线路 然后给这个120伏的设备供电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家里烟雾警报器一响 所有走廊灯全部自动点亮 其实这个FIG1 就是图一 就是这个操作 我呢 一会准备一展120伏的灯具 如果警报一响 这个灯具就要被点亮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 好的 第一种那个图一呢 接法我已经接好了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KIDI的 普通的烟雾报警器 然后呢 这个是SM120X 就是那个轮列和电源模块 同时我准备了一个120伏的LED调灯 它是我就接了黑线和白线 因为我为了这个每次做实验的时候 安全没有把输出的黑线白线 直接进入那个灯具 我加了一个接线盒 通过接线盒接上去 这个接线盒是独立的 其实这个接线盒就相关于这个灯具的一个黑线和白线 我带个插座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 每次做实验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SM120 这个X的黑线呢 它是火线 白线是零线 红线呢 是互联线的信号输入线 然后这一个橙色的线呢 是Normally open的contact 然后黄线呢 是Normally close 然后这边有一个蓝色的线是共用端子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common contact 然后这个灰线呢 是一个9幅输出的 主要是给那个Poor Station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消防捞栓 和那个emergency那边用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没有用到 我把它单独拉到旁边来了 我们看看接线怎么接的 黑线 它的黑线和这个火线 还有这个我们 这个共用端子接在一起 然后smoke detect的零线 relay的零线 还有那个灯具的零线 是接在了一起 然后它的红线输出 到它的红线输入 然后这边 我们那个Normally open 常开的那个一根orange color 我接到了这个灯具的火线上面 那好 我们现在按照第一种做法 如果我这个警报器 一响警报的时候 这个灯应该马上就亮 就是我们说的 比如说厨房里的警报器一响 整个走廊里所有的灯就亮 这个我们要来做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安装 这就是图一的典型安装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按一下测试键 好 我现在手松掉 那这个Normally open的线路 现在又开始变成开路了 刚才我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闭路的状态 这就是它图一的使用 那个连线方式和使用方式 典型安装 我们再来试一次 我按下去 这个灯就亮 触发警报 这边信号就传过来 传到这里 它打开这条回路 把它接通 好 大家看明白了吗 图一就是这样的 图一的接法 我们已经做完了 在这把这个图一的接法 拆走之前 我还是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在我们在接线之前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为这个模块和烟雾报警器 供电是120伏的交流电 这个回路呢 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回路 它不可以通过有带有开关 或者带有断路保护器 就是我们说的GFCI的那种 回路来控制它 一旦这个交流电 120伏交流电被切断了 哪怕这个烟雾报警器 它带有备用电源 这个模块也是不工作的 就那我们现在 我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把整套系统的这个 把这个模块的120伏和 这个烟雾报警器 120伏的电源断开 那好 我现在这个烟雾报警器 因为里面有备用断源 它还是继续工作的 我们来 但是呢 一旦我把它触发警报 那这个灯应该是不亮的 好 大家我们现在来看 好 这个灯没有亮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一旦这个 SM120X这个模块 120伏的电源断掉以后 它以前你设想的那些功能 它完全是不工作的 所以它必须放在一个独立的回路 24小时通电 好 这个图一的接法我们已经做完了 我们下面做图二的接法 图二的接法和图一的接法的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这边多了一个Pore Station 就是火井拉栓 这是图二呢 是火井拉栓 就是Pore Station和这个寄电器模块的一个典型接法 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一旦我把Pore Station 火井拉栓一拉开 这个警报器就响 然后走廊里的灯马上就亮 所以图二是在图一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Pore Station的接法 因为我手头上没有Pore Station 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最新的Emergency Push Button 就是火井专用的 因为现在新的好的建筑里面都不再使用Pore Station 用的是这种Emergency Push Button 它呢其实就是跟普通我们工业里用的 那个Estop是一个原理 一个Push Button 在后面呢加了一个 Normally Open Normally Close的节点模块 正常的Emergency Push Button呢 都是一个Normally Close 但是我们今天为了演示呢 这个本身它这个原装的上面呢 也配了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这个图二 大家仔细看 图二和图一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Pore Station Fire Pore Station 比它图比图一多了这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连接一下 为了让那个图二的那个接法 看起来更逼真一点 然后看着大家更清楚一点 我把这个Pore Station拿到旁边去 我特地拿了一个 我们平时机器改造里面用的 那个Emergency Stop 这样看起来呢 因为没有那个刚才那个挡板 大家看起来更清晰一点 原理是一模一样 东西也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二里面 我们多了一个Pore Station 大家把它当成是Pore Station 它其实就是一个Emergency Push Button 这个所有的接线和图一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这个Emergency Push Button呢 这边竟有一根进线 这个进线是从模块里出来的一个灰色的线 是一个9幅的输出 9幅的信号输出 然后这个输出呢 我把它接到一个Normally Open 这个两个是不导通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Normally Open 然后呢 这边再有一根红线 接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红线接到和这个模块里面的那个红线 还有烟雾报警器里面这根互联信号线 这三根线接到了一起 那我们就现在把它当成一个Emergency Push Button 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Emergency Push Button 一按下去 就像比如说发现火灾 你一拉那个消防栓的时候 这个烟雾警报器立刻会被触发 同时这个烟雾警报器这边的信号呢 传到这个模块里面 又触发了它的一个contact 就是它的寄电器的功能马上被打开 这个灯应该就亮 我们来看一看 效果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确认一下 这个烟雾警报器是接上交流电的 是有通电的 好 这套系统是通电的 我们现在试一下 我现在按这个Push Button 是不是警报器马上会响 灯也立刻就会亮 好 我关掉它 好 我刚刚把这个Emergency 就是紧急自动按钮 把它转了一下 松开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警报也不响了 然后这个灯也灭掉了 图2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接法 大家看明白了吗 图2图1图2我们都做完了 我们再来看图3 图3呢 其实就是把上面的图2的Pull Station 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个 紧急自动按钮换成这个Heat Detector 工作原理 接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就不再去重新接线了 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接线图 就能明白 这个Heat Detector 后面的接法 跟那个Emergency Push Button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Normally Close 一个Normally Open 因为这个接这个呢 也是要花时间 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做就行了 第四个图示呢 是显示了 就是Pull Station 和多个烟雾警报器 互联是什么样的接法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根据我们图一图二的接法 大家可以很快就能看得出来如何接 这个电路头还是很简单的 希望大家能看得明白啊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尝试做一下 试试看 关于KIDI的SM120X 烟雾报警器的那个RELAY和POWER模块 我们讲完了啊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KIDI的CO120X 它是一氧化碳激电器模块 这个模块呢 也仅仅由 只能由KIDI的一氧化碳报警器的互联信号来激活 这个模块的激电器部分呢 可以用于激活辅助警告装置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铃铛啊 警报器啊 走廊里的 或者楼梯间里的照明啊 它本身跟那个SM120X一样的 它提供一个隔离式的 内部一个常开常臂的接触开关 这个接线模式呢 我们一会看一下这个CO120X的接线模式 它只有一种接法 其实就跟SM120X 就是烟雾报警器的第一种接法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就把它想象成这样 它通过一氧化碳的信号 一氧化碳报警器的输出信号来激活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烟雾报警器 一个是一氧化碳报警器 我们把图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一氧化碳报警器的图片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BRK的RM4 警报器继电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和KD的SM120X 还有CO120X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它呢 是由美国BRK和FIRST DELOTE公司生产的 它的使用也很简单 它这个烟雾报警器就是寄电器 可以有烟雾报警器 只能有BRK的烟雾报警器 一氧化碳报警器 或者Combination的报警器 来触发启动其他的辅助设备 也是刚才跟我们演示的差不多 它可以去开警铃啊 走廊灯楼梯灯这种辅助设备 我们现在把它的界线图给大家来看一下 BRK的界线图 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们一口气把KD的SM120X CO120X BRK公司的RM4 这三款烟雾报警器专用寄电模块给讲完了 希望大家能听懂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去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